我们是在读耶鲁大学建筑学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 18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租在市中心很小的一个房间里 很多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 直到三年前 大概是到了某个时间点吧 觉得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 关注家庭 我自己改造了一个20年前的房子 希望用颜色 空间的流线 带给家人一种温暖 每一天都非常有活力的感受 这个房子是位于上海的西郊 230平左右 在一个莲牌别墅的三楼四楼 一楼的门厅的天花的这个部分 做了一个切割 它就有了一个调空的空间 上面也做了一个采光景 用了一个黄色 橙色 还有橘色的 每天早上都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 一个光的效果 这扇门是以我们我和凯伦的结婚周年 光线的反射而设计出来的 上面的那个纹理角度 到那一天的时候 从这里的光进来 就会反射到他的眼睛里去 到了下午的时候 其实客厅有非常多的光照 厨房的这个吧台是家人目前活动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家的家具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稳一点的 RJ的这个雕塑还是有些funky 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一种性格的这种表达吧 我是写了一个程序 可以读出来一个形 最后是用手来做的吧 每个铃片都需要折起来 然后用毛钉 我们用这个红色的语言作为一个线索 所有的流线 这个楼梯、窗框都是红色金属 一路引上去之后 这个中庭的部分 它还有一个连桥 从主卧去往衣帽间 书房因为是RJ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地方 天花吊顶拿掉以后 加了一个阁楼 RJ的他自己的一个雕塑工作室 这个房子很特殊的一个方面 基本上都是开放的 你从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听得到人的声音 这个是把我们的关系就 我觉得拉得更近一点 去年小利森出生以后 我们俩的配子反而是加速了 我自己还在创业做工作室 RJ白天有做建筑设计的工作 晚上会在家里创作雕塑 周二和周四的时候 我也会多在家办公陪小利森 周末呢我们也会把时间都空出来 一家三口创造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去做 我很感激我和RJ之间的这种teamwork 只有靠一个家庭的集体智慧 才能真的让这些事情都变成可能 房子我提了一个需求 我想要稍微空一点 不用就一下子就塞满 给我们自己一点时间 慢慢知道要房什么东西呢 我对孩子的一个生长也有一点类似 其他的14个月的孩子已经可以走路 也可以蹦出来几个字 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要求吧 就看他的节奏 他准备好的时候就自然会来了吧 我觉得也是发现了这个平衡 有了宝宝以及创业以后 慢慢地学会去让时间进来 真正地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它 慢慢这个magic fashion